有看是王村的观众,第一次看到宫花村,都会被这与世隔绝的美景所吸引吧 据说现在已经变成热门景点,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该村已故居民,厚藤今次,在私有土地上发现铜矿 从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,便以采矿为利基点 让厚藤家族变成当地望族,后来矿业没落,便转换跑道 利用当地森林资源,发展林业,木作产品技术纯熟,销往全国各地 所以来这可体验一下林业和矿业的历史魅力 而目前村长厚藤青先生,管理着这个约300人口左右的小村,四周河流环绕,维持原始大自然状态 森林中,可见到野生的熊、鹿、山猪等等,最近也为料理大受好评 虽然没有都市观光设施,但这里可以体验到村民浓厚的人情味 大家都是非常好客热情,而千万不能错过的活动,是一年一度,举行整整一天的凤纳祭 这个传统,由江户时代传承到现在,在祭司的祝词,配合着太古生夏,揭开盛典序幕 在这天,大家会彻夜狂欢,全体居民会燃烧草人,借此祈祷未来丰收,请务必带着全家来享受这个奉献仪式 现在疫情解封了,不妨计划一下,深度体验日本的当地文化吧